马正格68岁 丧偶 长春市公务员退休 退休金58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155平米 啥时候在这买的房子呀 八年了 房子多大 买55 自己在这住 就自己呀 在见到马大哥之前 他和红娘说呀 自己没什么兴趣爱好 可是这时间啊 却每天都被安排得很满 当时红娘就很好奇 马大哥究竟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 就在今天 红娘找到了答案 你怎么还不玩呢 我要砸东西呀 没啥呢 你还没砸呢 砸啥呀 我要做一个兜子 把它那个吊床 给它都装起来 你不玩呢 到时候那个吊床 那不就就埋开了 你这种东西明天谁学的呀 就是一看不就会嘛 过期老爸那时候他会会长 我那看你都能看会的 只有你看你也能看会的 哎呀 我可看不出呀 看就看会啦 能看会了 哎呀 年轻术就会 年轻前你也是看一看那个老伴 对呀 他想你在旁边看 就是窝点啥 就是你裤子长短啥不合适 我就嚼不嚼我就能给你叫啥 要说马大哥这人真是手巧心思细呀 啥东西只要自己一琢磨就一定能学会 因为这台缝纫机 马大哥能做的事也变得多了起来 你看我自己炸这个包 你看我自己做的好不好 这包是你自己做的啊 皮子就这个皮子 拿沙发的皮子 对 这沙发嘛 那个长的给人了 这个短的嘛 我拆一个 完这个我没拆 然后自己做的 看这个我做的 他都是我做的不好 我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那个沙发的皮子做的 对呀 我按四个屋了 他按四个屋了 完了你 你飞也行 完了你这 你一有水 它白的时候 它还不 还粘不了地 还能拖着走 哦 还能拖着走啊 也沉 你看这这皮子我没冷 你看 哇 这做的也太好了 这包都咱买的包了 就是咱这风机把炸出太费劲了 就是它长得这么厚 因为那个厚 太厚了 嗯 是吧 这现走的 还有设计呢 这前天还在那里 然后自己划到纸上 完了你划到纸上 完一捏 捏完踩了我就咋了 这拉锁也是那个 我自己上头 对 都踩了 破东西 踩破拉锁 变了个挑着好拉锁头 哎呀 太行了 这大包里面还有暗格呢 快看 哎呦我的天 看 这大包里面还有暗格 你那天问我打电话 你说你在家闲着干啥呀 那没事就捅了点这个 那我现在可知道你接着的袋上 这缝个袋子炸个包 对马大哥来说简直小菜一叠 不仅如此 就连家里用的小桌子小板凳和孩子做的三个小沙发 也都是出自马大哥之手 红娘不仅开始好奇马大哥的职业了 是裁缝还是木匠呢 然而当马大哥回答出警察两个字的时候 我们的红娘更加惊讶了 我在帮户支当主任 在车队的连管车队 在管装备 在维子沟 退休的时候啥指程 付出 付出几天员员 那咱付出的那个 退休的时候那个警贤就是三级警督呗 是吗 对啊 嗯 那就是三级吧 这事以后 你老帅了 帅帅 他们的帅老了 马大哥是长春市维子沟老教所的一名警察 主管后勤工作 副处级教研员退休 退休后 本想着带老伴好好享受生活 可是老伴却病老了 他是什么 B.I. 他要走冬时间吗 6天多了 6天多了 你去找了 没有 找了什么 不是 接衣服吗 接衣服 接啥衣服 就看孙子 看孙子 看啥的就是 看啥孩子 姑娘那个 今天上小学四年级了 那个 玩的看儿子这个孙子 玩的孙女 都给你接上了 都接上了 李秀娟 63岁 李懿 吉林野金厅退休 退休 退休金26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98平米 就是平常说别人给介绍没有过 没有没有 就是没错 今天是第一次 第一次 所以说吧 没有那个感觉 我就心里头 就是总是慌慌张张那种 不知道做啥 我先刚才 我先缝点针线活 这不就是 我先缝点针线活呢 我想把我那个睡衣吧 领子有点大 我先往里头搜一下子 和马大哥一样 李大姐也是个喜欢动手的人 什么勾之缝补啊 就没有他不会的东西 我就说的那个啥 因为我钉个扣吧 好看一点我就想 这个觉得很好看 对对对对 我心里面要不领子跌到这儿来了 好像咱这个年龄不符 我就觉得太大了 我说瘦一下 那你是平时穿衣服都这么 就是还挺保守吗 对啊 我没看我们聚会吧 有时候一说 哎呀你买点女人装 你整个老外帽的 不是那个就男的那个休闲的 就是啥的 就是树嘛 嗯 李大姐说 从穿衣服就能看出来 自己是一个非常传统和保守的女人 也正是这一点害了自己的一辈子 我叫她想着我了 天天磨 天天伤着别人 我跟她不说话 没出过对象 她追求你 哎呀天天的 你不管走哪去堵你去 那你不烦吗 烦 烦 烦 确实烦 那你那么烦 你没跟她说过 怎么不说呀 说啊 说也不行 前夫在单位见过李大姐一次 就相中李大姐了 开始对李大姐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可是李大姐呢 心里一点都不喜欢前夫 甚至还很烦她 可是保守传统的李大姐 还是因为怕周围的人闲言碎语 逐渐动摇了 把自己早早的嫁出去吧 别让你大伙说三道四的 我就是那样怕别人说 你说我是婚姻吗 你说属于包办的吧 还不是 那你说不属于包办的吧 我这心里呢 压根就没有说跟她 就真正谈对象那种事 反正这个我挺恨这个婚姻 前夫的不断纠缠 让两个人步入了婚姻 李大姐想这样 虽然现在不喜欢 婚后也能逐渐培养出感情 可是事情 却没有按照她想象的那样发生 孩子跟我说 妈妈你出差吧 王姨就来 给咱家收拾屋 还给我们做饭 让孩子跟你说的 我出差我都堵家里了 发现她出轨 你也没有就是 大众哥说 你一定要婚到这样 你有事也可以 没有 没有 我现在我会说那句话叫 计线栏目播出期间 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每人最多一箱 售完马上恢复原价 机会不等人 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我知道羊奶好喝 今天她搞活动 所以我赶紧抢一箱 我也来一箱 我也来一箱 以前是328一盒 现在是98一盒了 我说她来一箱 一箱便宜3000多了 贝里优洋奶粉 以优秀的品质 不但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信赖 也赢得了老牌明星们的喜爱 我选择贝里优 是因为贝里优的工厂有37年了 而且一直专注羊奶粉 我现在每天都坚持喝两杯贝里优羊奶粉 这就是人人都在争抢的贝里优好羊奶 就连著名主持人倪平老师 一直都在喝 并心情推荐 打电话订购的人太多了 我打了四五次电话 才抢了一箱 原来我买这个奶粉 都328块钱一盒 现在这个才98块钱一盒 算了算 我这一箱少了3000多块钱 我一直喝贝里优洋奶粉 啥都好就是贵 这次厂家搞邮会 我一看这么便宜 我这算下来也省了3000多块呢 感觉身体哪儿哪儿都舒服 是不爬楼梯也不累了 把我大叔玩了一天 都不觉得乏了 早上喝一杯 精气神十足 晚上喝睡觉香 特别踏实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强强强 倪婷老师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 全国限量抢购中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抓紧时间开抢了 进线栏目播出期间 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每人最多一箱 机会不等人 请抓紧时间多打电话吧 我对她就是冷暴力 不想跟她沟通 也不想 我也不想听她解释 发现钱夫出轨 可是李大姐却一点都不气愤 她说因为不爱这个人 所以前夫做什么她都无所谓 当红娘问到那为什么不离婚时 李大姐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总觉得离婚还是磕磕 知道吗 我现在将来她退休了 要回来 辈子改好了 就这么过吧 哎呀妈你从二十几岁更 对 对 对 李大姐说虽然不喜欢 虽然前夫出轨 可是自己都没想过离婚 就寻思凑合过一辈子 直到那一天 前夫的一个举动 终于让李大姐 积攒了这么多年的不满 爆发了 她决定离婚 到家我家三楼嘛 大门开着 哎 一石不挂 就在地板上躺着 啤酒瓶子满的哪都是啊 哎 就是 没法说那个现场 太那个就是说 没法睁眼去看 就那天我就下决心了嘛 我一看那个场面 我就坚决了 就没有再给你那个开绿灯了 我也没那么大的容量了 耐心了 就一下激发我了 自从2004年离婚以后 李大姐就一直没有找过 第一是没有这个心思 第二是自己当时有事业 退休以后 李大姐终于决定 迈出这一步 你好 大哥 李秀娟李大姐 对 马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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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要兴趣爱好 李大姐 我武装上 我就突突不游游泳 那挺好的 挺好的 不单纯 不少啊 那我运动 我就是 我想游游泳 我那个姑娘那天就跟我说 你也会游泳 不会 我不会 她要学游泳 别呆呢 没事儿在家 大姐游游游的好 从小就游 我们那个不是正规的小就说 那会游就行 那我啥正规的 但是后来上学以后吧 老师就正规地教你 游泳啥是 你不懂的 就问大姐 省得还去赵老师 是吧 对啊 你咱先花钱 赵老师还得花钱 对吧 你看看 这个话题明显 让两个人之间的气氛轻松了 于是李大姐主动问起了 马大哥的感情状况 大哥这老伴呢 还在 四 平年是七年吧 感情我是失败 就我一个人带孩子这么多年 后来 反正外面有人吧 我这个人 也不是说好像离开他就不能生存了 我就干脆吧 离了吧 但他现在不在了 局势了 所以哪里出不出鬼 女人有没有责任 女人有一定责任 哪里回来 你没个乐模样 你再不会来事 你说女人没责任吗 男士应该主动一些 我总觉得我今天有点像爷们似的 你看你需要还有了解我 他也没问我很多 我有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 用什么话 能让他多提示提示我 因为男人主动一点 比女人要好一些 马大哥总也不提问 这让李大姐的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了 但是呢 李大姐这开朗的性格 还真就感染了马大哥 让马大哥也打开了话匣子 可不可以 可是作为奶爷爷的他呀 一开口还是围绕着孩子 这七年 刚开始给姑娘看外孙女 外孙女看大的 你给看 我给看 然后看孙子 那么有 孙子 今天这个他们刚才看着的 六岁半了 然后看这个孙女 孙女现在两岁半 我现在就完事了 完事了 对 比较像那个转业就是退伍了 超级奶爷 没接触过妈 妈心可惜了 照顾孩子 感觉的 我就觉得她有点不太重 她身边这些孩子太多 她从小就带着吧 她已经离不开就是这个下一辈儿的孩子 你都说了 说我那个这个孩子出手了 我现在找老妈呢 但是吧 她说这形上是出手吧 但是实质的东西 她还是出不了手 不行 不能发 发孩子 我现在出现了 她就浪了这个事 就说是孩子的事 还是差别哪了 是因为啥 这个我感觉的没有必要所谓 这上瘾 我不愿意跟当面拒绝你这个事 麻大哥本来就觉得李大姐演员差一点 这一听到李大姐对孩子的态度 就更加坚决了 李大姐呢 也觉得两个人不太合适 所以呢 两个人也就只能彼此祝福了 反正我也是祝愿大哥 找一个你那个心里的心仪的人 今天跟她同样 我也祝愿你 辛苦了你 哎 躺不到辛苦 有时间万一窜落门 好 就知道了 对你那个 那应该得跟我说 好 李丽梅59岁 李懿 辽园市公务员退休 退休金41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55平米 李大姐上过一次我们节目 和马大哥一样 她也是一名警察 非常的热情和细腻 平时生活呢 特别注重饮食和保健 家里也收拾的特别干净利索 两人的三观一致 又有着共同的职业经历 于是在红娘的安排下 两个人见面了 咱们俩介绍一下 马正哥 马大哥 李丽梅 你好 非常高兴 大哥家这个房子大 确实大 确实大 看大哥这小花花 这个大哥自个儿做的 哦 我先跟小孩儿玩 这个 他自己做的小花花 嗯 发明冲造老厉害的 小大 背的包上的 都自个儿做的 坐 坐 坐 我看大哥 早也咳 晚也咳 天气一变 咳咳咳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周也喘 坐也喘 动不动就喘喘喘 老漫之 老可喘 老不好 快用好书宝 好 那中华哥准备拿下水 那你去洗一件 我得给你找找 我不要捏 哇啦哇啦哇啦 你怎麼是哇啦 哎呀 去洗水果 你想吃啥你洗啥去 這瓦啦瓦啦那有點害怕 行 我坐這 媽呀 是你倆在中間留著四面打個鏡的味 雪那一坐塌下去了 小孩這麼多車 來吧 就拿走好熱了 好 我給你洗完水果了 我現在能脫下瓦啦 請坐 請坐 你想吃啥吧 你給你的理解 你拿你坐吧 我去坐那邊就 要等你坐 可不客氣上來 真要行 不錯嘛 多年輕啊 這個人還挺慈想的 是吧 人還行 馬大哥和李大姐 對彼此的第一印象還不錯 於是馬大哥主動提起了 說他見過李大姐 我那天我看電視我都看著你了 看著我 我就第二次見你 是吧 第二次 那大姐就不用介紹了 那大哥你就多說點吧 那你都了解大姐了看過電視啊 那我也沒啥說的 這不都見面了 整個電視都認識了 電視我都認識了 電視裡看怎麼樣 看電視怎麼樣 看你啊 不錯啊 不錯 馬大哥說他在電視上看過李大姐 所以呢 對李大姐還是有一些了解的 但是李大姐並不了解馬大哥呀 於是紅娘決定多介紹介紹 馬大哥的情況 大姐平時沒事喜歡自駕遊 開車自駕遊 那流的 完了那個背的包是自己縫的包 然後大姐的小桌子是自己做的小桌子 那畫面創造就成厲害了 沒有它不會的東西 啥都會長 輕眼吃點啊 什麼都會做 沒事 那你說你呆著 你說你幹啥去 咱也不跳舞 那一個男的也不會做這個事 他們來了大哥比如周六來 大哥周五出去買菜 往那周六的菜抖著大哥 怎麼玩的 往那周六晚上吃什麼玩的 都抖著 我覺得人挺好的 是吧 說上鬧殼 跟你說家務什麼都會幹 嗯 挺好 是吧 男人 就這個年齡會知道家務的不多 男人我爸擦肉都不會 啥都不會 因為他能會做這些東西 真的挺讓人羨慕 在了解了馬大哥這個寶藏男人之後 李大姐表示 對這個人很是滿意 你婚姻什麼情況了 我老伴是死今年七年了 嗯 B.I. 哦 嗯 就這個骨頭的和上下糖中間 那手術呢不行 手術整不了 哦 是在這個屋嗎 在這住的時候啊 哦 對 這房子他原來前起床 嗯 我害怕 這是很重要的 那 那 沒那個證沒的嗎 那 那是人家上午他都是這樣嗎 那他是還是 這個算是荒利行保的 有的住的那個房子 他希望他這個證沒走的 他讓他說了 我膽小 然後我是警察生死不怕膽小 嗯 那老小了 所以 其實 換個小的也可以啊 是吧 咱也不要人家慘 咱啥都不要 啥不去我家 自己有 人挺好的 有說話撈殼 就是感覺到挺 啊 挺好 對 不是 有的人就是 說話叫人反感的不 挺 就是聽著不反感 而且挺願意聽的是吧 把他撈殼撈得挺好 也挺場那個人 嗯 你說咋辦 你說咋辦 我說這事兒你跟他能實現嗎 那是每個房子 啊 先說換個小一點兒 然後 換個環境 對他對我都好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前幾筆給他在那兒找的嘛 好 行 你問問他看行嗎 那就是 嗯 想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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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不了的話 嗯 就 就 因為我大姐找不下了 啊 那個大姐的意思是啥 大姐說 這個房子大 但是那個 大小的話吧 大姐想說 兩個人換個地方住 因為吧 老伴在房子裡邊去世了 大姐 你胆小 好 他當一輩子警察 哎呀 他提不出 誰這麼大處 找到這種兒子呢 他這個東西不合理 要按 要按道理講 誰家都生老病死 嗯 誰沒老人 啊 這個他還是說 他針對我也好 是說以後他跟別人提出這個吧 也不對 這邊 那邊李大姐因為房子的事兒 顧慮重重 那邊呢 馬大哥也表態了 歲數大了 肯定不能再折騰房子 眼看這兩個人彼此都不願讓步 紅娘知道 今天的相親啊 到這兒就算結束了